大家都知道,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 黑豆中丰富的营养元素深受大家的喜爱 今天分享一个非常棒的黑豆小零食 200克黑豆,洗净浸泡一个小时 30克黑芝麻,也用清水洗掉浮沉和杂质 80克红枣干,如果没有红枣干,用红枣去喝,炒干也可以 黑豆浸泡的时间不易过长,否则花青素流失,营养也会减半 把洗净的黑芝麻用最小火炒到半熟的状态 接着放入泡好的黑豆,开中火,炒到黑豆有明显的香味 而且表皮焦黄的时候,盛出来 把这些食材充分晾凉,放入破壁机,裹蔬模式打成粉 打得越细腻,营养越容易吸收 锅中放入一小碗清水和30克冰糖 充分地炒到冰糖花开,冒泡,加入黑豆粉 黑豆粉遇到水或者是糖粪就会变成黑色 充分地把它们搅拌均匀,炒到这种黏黏的状态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,翻拌均匀 稍微放凉,把它们全部团成小圆球 密封保存,放入冰箱,每天来上一颗 方便,还营养,超级美味 喜欢就赶紧动手试试吧,拜拜 拜拜